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慧涛 很高兴在这里带大家快速掌握bootstrap 那bootstrap呢是一个前端框架 所以在学这本课程之前 大家最好已经学习过html html5或者css,css3,javascript这些内容 还有jquery 如果大家没有学习过这些课程的话 大家可以在麦子学院搜索相关的课程进行学习 那这是我们bootstrap的第一节课 所以这一节课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bootstrap 所以不涉及到编码 只让大家了解什么是bootstrap 那bootstrap呢 它是目前最受欢迎的html,css,javascript框架 用于开发响应式布局和移动设备优先的项目 所以bootstrap最大的优势就是响应式布局,移动设备优先 那bootstrap是由twinter于2011年8月份发布的 那bootstrap是将常用的css布局小组件 包括js插件进行了完整的分装 这样的话我们即使没有前端开发的工程师 也可以调用bootstrap帮我们写好的这些组件 来开发出美观的网页 大大气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规范了我们前端团队 编写css和javascript的规范 那它的官方网站是这个getbootstrap.com 那bootstrap呢 它是一套丰富预定义样式表 也就是bootstrap它帮我们写好了很多的css样式 我们直接导进来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写大量的css代码 直接使用bootstrap帮我们写好的 一组基于jquery的js插件 bootstrap它的这个js插件都是以jquery为基础的 jquery为基础的 所以使用bootstrap先要导入什么呢 jquery 那比如说我们的弹触框呀 下拉框呀 包括一些交点广告呀 拱平呀 这些效果bootstrap都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插件 它呢是最大优势就是移动设备优先 然后响应式布局 这个呢后期我们在项目上会给大家看到 那什么叫响应式布局呢 就是我们开发一套网页 它能够自动适应 它能够在台式机平板电脑 以及手持设备上自动适应 这是我们的响应式布局 在早期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是在pc机我们要做一套 在平板电脑要做一套 在手持设备要做一套 单独开发一套 但是引入这个bootstrap以后 它可以自适应这个什么呢 显示器的这个分辨率 那看一下bootstrap它整体的框架 那最大的优势就是响应式设计 它设计之下核心思想就是响应式设计 开发一套这个开发一套前端前端代码 我们可以自适应我们的pc机啊 移动设备啊平板电脑等等 它主要是这样组成的 css组件 bootstrap给我们定义了很多的css组件 比如说包括列表 进度桥 导航 图标 按钮组等等 还有jess插件 动画效果 下拉框 选项卡 提示框 台主框 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的jess插件 那当然还有基础组件的这个基础布局组件 包括bootstrap也对我们的比如说p标签呀 h标签呀 是常用的一些基础组件 基础的标签都帮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css样式 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12 删格布局 有些叫榨格 删格布局 我们叫它这个 它这个删格布局就是把屏幕给你分成12等风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呢 12等风来进行什么呢 布局 那所有jess插件都是以jquare1.10加为基础的 所以在使用bootstrap jess的时候 先要导入什么呢 jquare1.2 jquare的这个jess这个交谋文件才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下载bootstrap 那bootstrap的官方网站 是我们这个getbootstrap.call 打开这个官方网站以后 我们点downloadbootstrap 它到3.3.4 然后这有下载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底下用的最小版的这个css javascript 那你在项目发布的时候 你当然是用这个版本 这个呢是sauce code 这个是下载 这里边是包含了什么呢 less less的原文件和javascript 和自己的一些原文件 你要用less的话可以下载它 那这个呢是sass 用它来编译javascript的原文件 下载它 那我们下载第一个其实就可以 你要看原代码的话 我们下载第二个 第一个上也有原代码 所以用第一个就足够了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不讲less和sass 所以呢 这两个下去自己也就想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bootstrap cdn 什么是cdn呢 就是 我们这个官方网站已经把这个脚本文件放到了他的网站上 我们直接引入他的网站 注意看这个看这个地址 引入他的网站就可以使用 这是cdn cdn的内容分发叫 举这样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你在乌鲁木齐 但是我服务器的数据呢 在北京 在北京 那你要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这个数据 这个网络也是可能比较大 然后呢 如果乌鲁木齐也有服务器 你把北京的这个文件 分发 发到乌鲁木齐的服务器上 你在乌鲁木齐直接从乌鲁木齐的服务器去就OK 这是cdn的一个技术 简单的了解一下 那这个官方这个网站呢 是英文版的 当然国内呢 也有个中文版的网站 他的网址是bootcss.com 如果大家看英文版的有问题的话 大家看中文版的 这两个文档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点点第一个中文档 然后有下载 好大家看一下他这个描述 可以下载 所以下载的话 建议大家下载第一个就OK了 好那顺便下载一下第一个 我把它下载到我们的地盘 我地盘新建个文件夹叫 bootstrip 好下载 这很小啊 几百k很小就下载完了 那这个网站 bootcss也帮我们提供了什么呢 cdn的文件 也要他把这些文件放到他自己的网站上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通过引入这个网站来取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是我们下载三个三个例行的原码 然后是cdn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做直接把他的网站引进来 那你这个网站的话 他应该在国内 他在国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在中国的话 一般都是访问中国的这个网站 他在山东青岛和北京 他是用的阿里云的服务器 通过北京转到山东青岛 阿里云在青岛有一个数据中心 青岛有数据中心 然后杭州有数据中心 好这是 大家将来你在你的项目上 你可以直接有引入他 不想下载bootstrip的话 直接引入这一段代码 其实就OK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bootstrip的这个文件结构 在他这个官方的这个 网站里边也有 你下载完第一个 第一个以后 我这已经下载好了 大家展开看一下 地盘bootstrip 加开 就三到二 有很大的这个改动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是学三 不涉及到二 这里边有三个文件夹 那css就是他帮我们定义好的什么呢 css文件 凡是带min的就是压缩过的 那你要看没有压缩的 看这个文件就OK 那jss定义好的jss文件 这是压缩过的 没有压缩的在这 然后还有一个fonts 那三呢 三点 这个三和二不一样 二的话 这个好多小图标都是用的拼接线图 一个大图 那三呢 就用了字体 用了字体 字体呢 有很多种格式 注意看 svg的ttf的等等 那很多小图标 它是用字体的方法 给你来写实的 这样的话放大 也不会失真 我们也可以改这个小图标的一些颜色 大家可能听不太明白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 不同的文字 在不同的字体底下 写实不同的符号 写实不同的符号 比如说 你是个英文字体 你选择一个 你给汉字设置一个英文字体 特别的英文字体 它就会写一些特别符号 比如三角呀 特别符号 那我们将来用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方法来做的小图标 这是3.0和2.0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好 它的这个结构呢 就这样的结构 CSS JS 以及Funds 好 这是CDN的引入 我们将来直接引入什么呢 上面这一段代码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下载什么呢 Bootstrap了 但前期是你的电脑一定能上网 才可以引入CDN的这个文件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ATMR标准模板 也就是我们写 我们写一个Bootstrap的这个HTML文件的时候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 第一 第一 你写的HTML应该是HTML5的这个文件结构 也就是用HTML5的这个DogType 然后呢 移动设备优先 我们引入它移动设备优先的这个定义 然后引入Bootstrap的CSS 它定义好的CSS文件 引入JQuery 引入Bootstrap的JS这个文件 那这个呢 官方也给了我们一个文章结构 往下找 在这个地方 基本模板 基本模板里边 主要 首先它是一个引入HTML5的DogType 然后HTML5的这个Meta 这个编码 这个 这两个月 从这地方标志 这是一个HTML5的一个HTML 好 然后呢 引入这一句话 这句话呢 是3.0新加的一个东西 是3.0新加的一个东西 这句话就是 移动设备优先 那宽度呢 是device 就是设备的这个宽度 然后initial scale 1表示不进行缩放 就是进行缩放而不缩放 就是在移动设备上 进行缩放不缩放 那不缩放的话 移动设备出现什么呢 那个拱动桥 好 然后引入Bootstrap的CSS文件 然后引入JQuery 再引入Bootstrap的JS文件 所以你要写Bootstrap一个HTML文件结构 第一步是移动设备优先 把它认为是移动设备优先 就是这个Manda 这个复制 从这复制就行了 然后第二步引入BootstrapCSS 第三步引入JQuery 第四步引入Bootstrap的JS文件 那如果你不用JS的话 不用JS差价的话 它两个可以不引入 这是Bootstrap的基本的这个文件结构 待会我们可以给它 待会我们写一个简单的文件 那接下来讲一下开发工具 我们开发这个Bootstrap说到底 它是前端框架 就是HTML CSS JavaScript前端框架 那所以呢 凡是开发HTML CSS JavaScript 这个工具 它都可以开发 我们可以使用机式版 当然也可以用Dreamweaver CS6 CS6 我先前一直用的CS6 当然也可以用Eclipse HBuilder 那这个我们以后的课程 会选择HBuilder HBuilder来用 如果大家用的是苹果机之类的话 可以用WebStrap 就是开发工具很多 是机式版基本上都可以 那我们做JS的话的话 可能是Eclipse 那重做前端的话 可能用到Dreamweaver 但这些东西呢 涉及到版权 版本版权的问题 那HBuilder呢 我发现它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这个课程选择什么呢 HBuilder 那HBuilder呢 大家可以上网站去搜索 上百度 去搜索HBuilder 它是Dclown的 推出这样一个工具 好 大家下载就行 它提供了Windows版和苹果版 下载就OK 好 这个 所以大家先 课程之前先准备一下 HBuilder 这个工具 但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工具 那么现在做一个 第一个网页 我们先看一下 Bootstrap写好的一些实力效果 那么打开它的这个中文网 在中文网的起步里面注意 我们学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它起步 样式 组件 我们学习的过程是先学全局样式 再学组件 再学插件 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起步里边呢 往下找 它这定了一些很多的效果 注意看 很多框架的效果 就是用Bootstrap写的一些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在全局浏览器 在我们PC机上的话 是这样的效果 你看有菜单 导航栏 那最小话 我把浏览器往小 往小缩 缩到手持设备的这个效果 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按钮 一点按钮出现菜单 所以说这个原文件只是一套 但是呢 它自适应了我们的 就是大分别率和小分别率 好 那么开始写一个 把这个效果给大家做一下 我们开始做一个 我们开始动手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 Bootstrap的这个页面 好 首先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HBuilder 打开HBuilder 那我在这个文件夹底下 新建一个coder 代码都放到这里边去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这个web项目放到什么地方呢 放到我们地盘bootstrap 扣在里边去项目标 项目名我的叫ch01 这地方主要给大家写一下 bootstrap文件的这个结构 应该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导入主要 如果你要导入那个cdn的话 直接复制就行 如果用的是cdn的话呢 就直接复制 如果是cdn的话 你直接把这段代码 直接copy到我们的hand里边来就行 但是前期首先 你要做自适应的话 我们还应该复制 它模板上的一个移动设备优先 这个web port 这句复制一下 Ctrl-C 在mana里边复制 所以第一步 让它做移动设备优先 第二步 引入我们要的bootstrap的css文件 以及jquery文件 以及我们的bootstrap件文件 好 把这个引进来 引进来 然后在HM代码里边 就能写我们的这个结构 好 那么 你要用你电脑上的话 用你电脑上的文件的话 是这样做 我再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HTML文件 选择 index2 HTML 那第一步 还是一样的 先把这一句导进来 Ctrl-C 在mana底下放 这是我们的title 代码02 好 那么添换到我们的物理硬盘 找到我们的地盘 bootstrap 至少我们下载 bootstrap 没有用 把这三个目录 直接Ctrl-C 一下 复制一下 那HBO点呢 会自动 把大家生成了三个目录 css gss 和image 但这里边是空的 直接粘上去 刚好 gss 这个目录 和人家定义好 这个模板 是一样的 好 回到我们HBO点 这样的话 这就有gs 也有css 我们要引入css 是引入我们电脑上的css 那就是link rel s 然后是 href 这地方直接引入我们的 这个文件就行 那这样的话 就是将来你的服务器上 这个文件就在你的服务器上 你的页面 访问你的服务器 这个速度是最快的 你不想用cdn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导入jquery 那导入jquery的时候呢 我这地方没有jquery 所以我还得找一个jquery的这个文件进来 好 在我地盘 technology 找到我们的jquery 我这1.4 这个吧 1.11 Ctrl-C 放到我们的js一边去 放到这来 那我们先引入什么呢 jquery script script click 加往script src 引入我们的jQuery jQuery引完以后 我们再引入 Script 然后再引入我们的bootstrap.js 当你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我们的页面就可以使用bootstrap定义的所有内容了 比如说我简单取个例子 比如说DIV 就是让我们定义一个容器 class 我们就可以使用container container就是bootstrap帮我们定义好的一个容器的样式 就直接可以使用bootstrap定义的所有东西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这样的例子 打开我们这个 这个效果 点U键查看圆满 查看圆代码 我们把它导航注意 上面不复制 我从body 把这复制一下 这复制个nav标签 这是atm5的一个标签 好 复制到这地方来 contr v contr s 好 那么用行一下 index2 cream 用行一下效果 那具体的代码不给大家解释 在后期的课程里边给大家解释 详细的讲解 好 这样的这个菜单就有了 我只是复制了你看你屏幕最小化的时候 这个菜单也有 只是我复制了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 就是一个导航 你看这里边用的样式 这些样式都是bootstrap帮我们定义好的样式 好 这一节课呢 内容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这节的练习是什么呢 练习是大家查看官方网站起步 起步里边有这个效果 打开第一个 第一个导航实例 然后点U键查看它的原码 把它这个效果做出来 第一个就行 第一个在这 第一个在这 用这个做这个 点U键查看原码 这个文件大家只让你们复制 这一段代码 那其他的文件 其他的这个头自己导入 好这是这一节的练习 这一节呢就讲到这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